江子牙虽然实力不强 但门下却有足足八位弟子 第一位龙须虎 当年深宫宝筐铁龙须虎 说是吃江上一块肉能延年益寿 然而龙须虎早就是不死之身了 他却还傻乎乎的信了深宫炮 前去捉拿江子牙 最后被信皇旗收服 为了活命反摆江子牙为师 第二位百剑 原是轩元皇帝的总兵官 讨伐吃油时 因替皇帝挡下一发火气 而沉入东海底 蒙受了千年之苦 后来因百剑讨伐吃油有功 江子牙前去东海海底救出他 收为门下弟子 封神后更是成为 发布365位正神首领 轻扶神一职 第三位五级 前身是昭哥砍柴为生的侨夫 后来因为失手打死了人 请江子牙救命 于是江子牙便施展艳心术 扭转天机 蒙蔽天翼 伪造了五级已死的假象 成功让他起死归生 而剩下五位乃是五路神 同样受了神宫暴的挑唆 取烧江子牙家的房梁 最后被他以打神鞭收服 而民间也因此事流传下一句话 会写在房梁上 约江太公在此 诸神退避